再过几天就是中秋佳节了 不少民众会趁着佳节来相聚烤肉 市府卫生局就抽验制造厂 大卖场 连锁超市等中秋相关应景的食品 检验项目包含了防腐剂 色素与农药残留 其中有部分业者在九神塔以及香菜 都有见出农药超标不合格 卫生局也紧急下架并且给予相关的财阀 中秋节即将到来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大伙聚集在一块来赏约烤肉 而烤肉的食材大多也都会去卖场或是市场挑选 市府卫生局也针对市售的相关烤肉食材 豆制品 饮料以及酱料等产品 共103件进行抽查 确保民众食品来源的安全 中秋节将至桃园市政府卫生局 在大卖场 制造厂以及传统市场 总共抽验了103件的相关月饼以及烤肉用品 那总共有两件是不符规定的 这次检验的项目有防腐剂 色素 农药残留 食品维生物等项目 其中发现了九层塔以及香菜 验出了农药超标不合格 卫生局也紧急下下产品 九层塔以及香菜的部分呢 我们在辖内的贩售业者们已经立即下架 那也以请来源厂商 云林县卫生局后续处办 卫生局提醒烤肉食应该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生食与熟食应该分开放置 海鲜与肉类等生鲜食材应该彻底加热 享受美食之前也务必清洗双手 避免食物中毒 桃圆有线新闻林队峰桃圆成本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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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